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如果我们真的从神身上找到安息和盼望时 没有什么能再动摇我们了 我们站在磐石上受到保护 这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做出的选择 住在那个安歇之所 亲爱的父神 即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依然像盾牌般包围着我 请你在我恐惧和忧虑的时候 再次提醒我你的伟大 求你使我在跟随你的道路上 看见你的荣耀和祝福 愿我能将你的光 平安和盼望 带到如此迫切需要你医治的世界 因为唯有在你里面 才能找到真正的得胜和救赎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若您喜欢今日报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愿上帝祝福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